好各位同学 欢迎大家回到万门大学商学院管理学的课程 我是这门课的猪江老师罗文豪 那么在上一节课当中 我们跟大家共同学习和探讨了管理者和管理活动 这两个非常基本的概念 那么也通过上一节的学习 我们能够对管理学这门课程 有了一个比较一般和比较宏观的认识 那么从今天开始 我们即将进入到这个管理学课程当中 一些核心内容的学习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第二讲 就是管理学当中非常基础的一个东西 叫做决策 那么在决策这一章 我们可能从四个小节来谈一谈 它的一些基本内容 第一小节是对决策做一个基本的概述 第二小节我们看一看决策的一个过程 第三个小节我们看看 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人们做出决策 最后我们从方法的层面来看一看 那么管理者做决策 管理者在企业当中做决策 有了一些常用的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一章的第一小节 决策的概述 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要对决策和管理者所做的决策 有一个很基本的认识 那么在开始这一章内容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一个例子 或者说给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情人节 这已经成为很多年轻的这个男生女生们 非常重视的一个节日 那么我们有一个笑话 说世界上人可以分成两种人 一种是情人节收礼物的人 一种是情人节送礼物的人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男生 很多时候都是男生要来送这个情人节礼物 那么有哪些礼物是情人节可以送的 这个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巧克力 对吧 新型的巧克力 表达着浓浓的爱意和甜蜜 那么还有个最长的 花 我们看到情人节的时候 各个商场 包括我们这个路边的小店里的卖花的生意 都非常火爆 甚至你要去提前预定 花是表达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那么第三个礼物 一些神秘的礼物 可能是你的爱人或者你的女朋友 他很久以来很喜欢的东西 那么你借着情人节这个时机送给他 那么还有一些同学或者朋友可能说 哎 我不愿意送花 也不愿意送巧克力 因为毕竟花过几天就枯萎了 巧克力呢 吃完就没有了 那我们可能去追求一些文化的享受 说我们一起去看个电影吧 看一个 我们 我们结婚吧 最近有一个新的电影 叫咱们结婚吧 对吧 看一个电影 那么共度一个浪漫的时光 等等 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礼物 都可以在情人节这个场合 去送给你的伴侣 或者你的爱人 那么我要讲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我们有不同的选择 仅在这里 我就列出了四个可能的方案 到底你在情人节的时候 你要去选哪一个 那么这个选择的过程 在我们管理学看来 它就是一个基本的决策 当然 我们说了决策跟管理决策 是不大一样的 决策呢 它是一个非常一般的 非常普遍意义上的说法 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从多个方案当中选择一个 这就是可以理解为最简单的决策 比方说你情人节从多种可能的礼物当中选择一种去送给你的对象 那么这是一个决策的问题 还有我们有些同学可能去买手机 我们知道有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型号 不同的功能 从这种不同的品牌型型号和不同的这种样式当中选择一个 它也是一个决策的过程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决策 在我们生活当中啊 经常都会遇到 甚至包括你午饭吃什么 晚饭吃什么 选菜 这都是一个决策 在企业当中 在组织当中 对管理者来讲 我们要讲的管理决策呢 相对来讲 它就要更复杂一点 这里有几个基本点 可能需要大家来掌握哈 第一个就是管理决策是谁做出来的 是管理者做出来的 对吧 我们上一节课 我们讲到了管理者有高层的 有中层的 有基层的管理者 他们在管理活动当中 做出的决策 叫管理决策 那么第二个就是 它是有一套过程的 那么我们去选一个情人节礼物 或者说去选一部手机 可能就比较简单哈 我们去商场里看到 哪个喜欢我就买了哪个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甚至是很快速就能完成的事情 但是对管理者来讲 对在企业当中来讲 他做了决策 比方说我要不要开发一个新产品 我要不要去进行一个新的营销活动 那么相对来讲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可能耗费的时间是 几天 几个礼拜 几个月 甚至是几年的过程 所以这是一个要强调的过程 我们在第二节当中 也会去瞪 专门的来谈一谈 这个决策的过程 是怎么要实现的 第三个我讲的就是管理决策 它跟普通决策 不一样的点在于什么呢 它是要达到一个目标 那么对于企业来讲 目标 对企业对于组织来讲 目标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是这个企业 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根据 那么我们做的决策呢 通常也是针对一个特定的目标 它可能是一个问题 你发现企业当中 发现组织当中存在一个具体的问题 然后呢 你要去改变它 对吧 它也有可能是一个机会 那么我们觉得市场上有个新的机会 我要去把握它 那我可能要去开发一个新的产品 或者说我推出一个新的服务 那么要去把握这个机会 这是我们要讲的管理决策的三个基本点 第一是谁 人 管理者做出的决策 对吧 第二个是过程 那么我们下一节会谈到 第三个就是管理决策是服务于目标的 这种目标呢 可以是解决问题 也可以是机会 好 刚才呢 我们看了这个决策跟管理决策的两种区别 接下来我给大家两个具体的例子 来看一看什么叫做管理决策 那么 这是两个企业的图标 我相信很多这个同学都比较熟悉 上面这个是联想 那么他的现在的老总是刘传志 对吧 他也是我们中国这个家电 家用电脑这个行业 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的品牌 那么曾经0405年的时候 他收购了这个美国IBM的PC业务部 当时是被这个企业界看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的事件 因为中国企业能够收购美国的知名企业 那么左边这个呢 实际上是联想很早以前的标志 当然我们很多同学可能比较年轻 就没有见过这个标志 那么你去查一查历史 查一查网上的一些资料 你会发现有这样的标志 当时呢联想他用的是一个方形 中间一个圈 然后呢他的英文是Legend 后来为什么要改成Lenovon呢 那么这里头有个过程 就是大概在2000年左右 联想集团他想进行国际化 他要走入国际市场 当然也正是因为他有了国际化 才会有后面收购IBM PC业务这样的事情 那么他去国际化的时候 他就去查他这个商标 后来发现啊 Legend这个词虽然跟他的中文的含义联想比较一致 但是Legend已经在外国的被一些企业注册掉了 那我们知道这个企业的商标 他注册之后就是唯一的 你就不能再用他的商标了 所以联想说怎么办 那我们得换个名字嘛 然后他就找来找去 找来找去 找了这样一个Lenovon 我们知道现在是大家非常了解 非常知道的一个品牌的这种标识 来作为他的英文标志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管理决策 对不对 他的决策是谁做出来的 是以柳传志为首的一帮高层管理者 他们做出来的 那么他的目标是什么 是他要进军国际化 他出现了这个品牌撞名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改了名字 这是一个决策 同样一个改名字的决策呢 也发生在另外一个企业当中 这是我们中国的体操王子李宁先生创立的 李宁体育用品这个有限公司 那我们知道左边这个标志呢 是他用了很多年 大概从90年代 就一直到2000几年 一直都在用这个标志 那么这个标志看上去是什么 跟耐克啊 跟耐克非常相像 只不过耐克是这样一个对沟 对吧 他是这样一个波浪型的标志 然后他下面这个中文 又跟阿迪达斯的那个slogan非常相像 叫一切皆有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 我们知道阿迪达斯是什么 Nothing is impossible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他最早的一个标志 那么在近几年一来 李宁也做了一个管理决策 他也花了一个标志 为什么 他发现啊 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80后 已经成为社会的中流理柱了 也就是说80后已经年纪老了 那么90后开始成为这个社会当中 非常年轻 非常有活力的一个群体 我们知道运动品牌啊 他往往针对对象 是这个年轻的人 所以李宁就做了这样 就说把他的标志啊 改得更灵动一些 我们看 他加了一个李宁 然后这个标志 左右中间做了一个分割 整个的图案看上去 好像更生动一些 对吧 更加能够迎合90后这种活泼 这种创新的这种感觉 同时呢 他的这个slogan也发生了变化 以前叫做一切皆有可能 改完之后叫做让改变发生 那么英文是make the change 这就很适合我们90后的一种创新的需求了 对不对 我们要去做出改变 我们不要跟上一辈的人 我们不要跟老先生们一样 我们要有发生改变 当然李宁做了这个决策之后 他的效果怎么样 可能后面的人会有不同的评价 从目前来看呢 因为我是一个80后 因为老师是一个80后 对于这个决策来讲啊 我们可能觉得 他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80后群体 甚至是更早的70后群体 60后群体 对于这个品牌的认识 因为对于70后80后来说 李宁代表的是 就是李宁以他为首的体操健儿们 在这种体育运动赛场上 不断去拼搏的精神 那么后来他改成了这样一种 让改变发生 虽然听上去很 你知道吗 很创新 很有这个银河时代的特征 但是呢 似乎把他原有的一些东西给丧失掉了 所以我们把这两组案例啊 对照着来看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他们都是管理决策 第二个呢 他们决策的这种内容呢 都是换一个标志 对不对 联想从Legend换成了Novo 然后李宁呢 从一切皆无可能换成了 让改变发生 第三个 他们不同的地方呢 可能就在于 他们最后取得的效果是不大一样的 我们看到 联想换了标志之后 现在是世界上 前三位的这个 个人电脑制造商 所以他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 就在现在 也还有很多的人去研究联想 研究联想这种公司发展的道路 那么相对来说 李宁他这两年发展就陷入到一些困局当中 当然这个案例要把它展开来说 是需要很多时间的 所以有同学如果感兴趣 可以或者去自行搜索一些资料 或者呢 可以通过微信 在线下跟我互动 我们可以共同来探讨 这两个管理决策的 所带来的不同效果 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吧 那么除了这种企业换标 这样一个决策之外 我们看到在组织当中 还有其他一些可能的管理决策 那么这里给大家列了四个 很容易去接触到 也很容易去理解的 关于企业所做的管理决策 第一个可能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招人选人 我们知道企业每年到下半年的时候 经常会发布一些招聘启示 对不对 那么或者是招聘应届学生 或者是招聘社会的人士 那么他需要不断地去扩充 他的人类资源 那么招人选人 招什么人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在哪里招人 招几个人 这都是一个管理决策 那么是需要 或者是人类资源部 或者是公司的高层 来做出的一个 人事上的决策 第二个决策叫产品定价 我们知道 这个苹果手机 他每次推出一个新款的时候 比方说他推出iPhone6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iPhone5的价格 是不是就下降了 对吧 然后iPhone6的价格 就设定在原有的iPhone5的价格上 这就是他的一个定价的策略 那效果是什么呢 效果是 好像你等他新产品出来之后 你发现 也没有变得特别贵 也是跟上一款产品 推出来的时候价格差不多 也是跟上一款产品 推出来的时候价格差不多 这样呢 你去购买的这个动力和欲望 就会更强一点 试想一下如果他推出iPhone6的时候 iPhone5不变 还是拥有的价格 然后iPhone6 一下子增加3000或者4000块钱 那么可能大家去买他的这种机信 就会下降 所以产品定价 它也是一个典型的 这个决策 我们去超市当中 看到不同的产品 它下面都有自己的价格 这就是不同的这种定价的风格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很小的例子 我曾经在美国的时候去观察超市当中 这个产品的定价 特别好玩 那么它一个水或者是一个面包 它会有两个价格 那么一个价格是这个商品的价格 这在我们中国的超市场也都可以清晰的看到 比方说这一个面包或者是这一瓶水 5块钱 那么在这个价格之外 它在旁边的标签上 还有一个叫单位价格 什么叫单位价格呢 我们说一瓶水它是500克 那么它是5块钱 这边它就会算出来 它是每一克水多少钱 所以这时候你发现 每一个这个货廊上的它的产品 每一瓶水都有这样一个价格 你就可以干嘛 就可以去做比较 对不对 哪一瓶水最便宜 这瓶水可能是5分钱一克 然后那一瓶水呢 可能是3分钱一克 这样的话 那么喜欢价廉物美的同学 可能就会去买那个 三分钱一克的水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意思 那么它的这些公司通过 包括这个超市 通过给这个产品进行两个定价 总产品价格和这个单位产品价格 实际上是吸引了更多的这种 对价格敏感 希望用低价买到产品的 这种消费者来光顾 第三个呢 是资本市场 那么股票 基金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有兴趣的时候 也会去做一些股票的投资 那么对于企业来讲 它也需要发行上市 通过利用这种资本市场 来获得我们某种意义上的财务的杠杆效应 那么它选什么股票 那么投了一些基金 包括企业要不要上市 是去美国上市 我们知道很多像百度啊 像这个马云的阿里巴巴 都是在美国拉斯达克上市的 是去美国上市 是在上海深圳国内的这种资本市场上市呢 还是去香港上市等等 这都是不同的决策 第四个是销售渠道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东西都可以在网上买到 以前我们只能在网上买到书 对不对 买到电子产品 后来发现水果也可以在网上买到 那么现在不光水果就可以在网上买到 你发现蔬菜 肉类 甚至你中午吃的快餐都可以在网上买到 那么对于企业来讲 它需要去做决定啊 我哪些产品我要在网上买 哪些产品我还是用传统的这种 在商店里头开一个店 开一个实体店 然后让大家来买 那么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啊 现在的人去买衣服或者买鞋 大家通常采用什么模式啊 不是直接在网上选 也不是直接去店里买 是什么 先去实体店里头试 试到自己喜欢的型号 试到自己能够合适的这种大小 然后回到网上 Google或者百度一下 再买下来 或者是去淘宝去买下来 所以这个给企业带来很大的冲击 那么怎么去做 我的实体店还要不要发展 我这种网上的这种平台 怎么去建设 这都是给现代企业提出来的一个 新兴的决策问题 刚才我们看了这个管理决策 尤其企业当中的决策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 非常困难的这种这样一个工作 那么在决策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 一些管理的这种思想家 和管理的研究者 他就发现在人们做决策 尤其是管理者做决策的时候呢 有两个常见的原则 那么第一个原则叫做最优原则 所谓最优原则呢 就是我不光要好 我要最好 对吧 比方说刚才我们讲了 他选股票去投资的这样一个决策 那么什么叫做最优啊 我把我所有可能的条件都列出来 对不对 假如说我有五种投资方案 那第一种投资方案可能能让我赚一百万 第二种投资方案赚五十万 第三种赚一百五十万 第四种可能赚两百万 第五种可能要亏两万 那这时候我们要选哪个 所谓最优原则的指导之下呢 我们就会去选赚的最多的那个方案 比方说刚才讲的第三个方案赚一百五十万 对不对 这就是最优原则 那么跟最优原则相对的呢 另外一种原则我们叫做满意原则 什么叫满意原则呢 我们知道决策啊 他要去做很多工作 他要去分析 要去思考 那么满意原则就是 我不一定非得去追求最好的那个方案 不一定非得去追求刚才讲的收益 收益最高赚最多钱的那个方案 满意原则的意思就是 我看到一个方案好像基本上满足了我的要求 我觉得还不错 这时候我就停下来了 我就选这个方案 那么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假设说你现在挣了一笔钱 对吧 很高兴 然后想换个手机 给自己手机升级换代 这时候呢 我们可能有不同的选择 这个呢 可能是现在某种意义上呢 大路货了啊 每一个你随便走到街上 走到车里 公交车上 都会看到很多人在用iPhone 对吧 这是大家可能更容易接受 更容易了解的一个智能手机的品牌 那么第二个方案是 很多人喜欢三星 那么三星是一个韩国的一家企业产品 对吧 它最近也刚出了一个新的系列 然后看上去也比较酷 唯一的差别呢是 它用的是基于安卓的平台 对不对 那么还有些人说 我不喜欢外国货 我喜欢国产的 我们喜欢小米 小米呢 价格便宜 功能也比较强大 然后这个手感也很好 我去选择小米 小米有不同的型号系列 对吧 还有人说我也喜欢国产 但是我非常有个性 我喜欢一个人 他叫罗永浩 老罗出这款手机 叫锤子手机 那么这是一款什么 有情怀的手机 对不对 那我这里列了四种手机 假设你手上 现在正好有五千块钱 他足够买任何一款手机 那你会买哪一款呢 刚才我们说 这是一个典型的决策问题 什么叫做 最优原则来做这个决策呢 那就是什么 我要把这四款手机的 所有的信息 都了解得很清楚 它的内存 它的显示器 它的这种性能 它的价格 等等等等 包括不同人用过它之后的评价 而且呢 我不光要收集这四款手机 我还要把其他可能的 比方说我们有联想的手机 乐视华也出手机了 黑莓也有手机 甚至还有更早的其他的品牌 华为的 中兴的 对吧 我把这些手机品牌 全部都研究一遍 然后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好的 最优的 我认为最好的 假设说你研究之后发现 苹果是最好的 然后你再去买这个 这就是最优原则 那么什么叫满意原则 满意原则 就是我自己去做这个决策的时候 实际上我不需要去做那么多工作 我不需要把市面上所有人买到的手机都拿来研究一遍 我就凭着自己的这种兴趣和了解 我觉得刚才讲的苹果 三星 小米 锤子 这四款手机啊 基本上符合我的这个希望的这种方向 基本上符合我的兴趣 那我就在这四个当中比较就好了 而且呢 在比较的时候啊 其实我也不是非常非常客观全面的去比较 比较他们的每一个项目 更多的时候是什么 我拿到苹果之后 拿到实际去把玩一下 发现哎 手感不错 用了一下呢 这种平台也很流畅 好 那我就选他了 我甚至都不会到下一家店里头去看小米 去看三星或者是看锤子 当然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我看了罗永浩的演讲之后 我就对他这个产品非常有感情 我非常被他所吸引 所以有什么 我直接在锤子的官网上定了一个锤子 我根本不去看苹果 不去看三星 不去看小米了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满意原则 我们看这两个什么区别 最优呢 他是追求全面的掌握对象 全面的掌握你要角色的东西 然后呢 去选一个最好的方案 这个过程通常来讲 要长一点 满意呢 有些时候啊 看上去就比较随意 对吧 他可能你在某一个时点 你就今天早上起来 你突然发现我喜欢锤子了 然后你就买了一个锤子 这个叫满意原则 他有时候非常的随意 而且呢 这个过程会非常快速 相对于最优原则来讲 他省了我们很多事 对不对 那么管理者到底应该做哪些决策呢 我给大家四个字叫做 满意就够 为什么满意就够 而不让大家去坚持最优的原则 听了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 选手机这个例子 大家就会发现 满意跟最优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 要是按照最优原则来办事的话 太累了 我们得去做很多的前期的工作 你才能做一个决定 才能做一个决策 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么对企业来讲 对于管理人来讲 为什么满意原则就够了 我们有三个基本的原因 第一个是嘛 信息有限 你去开发一个新的产品 然后你要给它定个价格 这是一个做决策 对不对 那么这当中我们要去考察很多的信息 比方说当地 比方说我要在北京市卖这样一个产品 当地居民 北京市居民它的可支配收入是多少 它每年能有多少钱用来买东西 又有多少钱能够来买你这款东西 信息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还有一个说 你有竞争产品 对不对 你卖这个 别的企业也卖这个 它们都是什么价格 它们的成本又是多少 这些信息你有可能知道 也有可能不知道 还有一种情况是 你可能去通过一些渠道 获得这些信息 但是这些渠道要浪费很多的时间 甚至是要浪费很多的金钱 所以信息总是有限的 我们很难 或者说基本上不可能了解到 做一个决策 所需要的全部的完整的信息 那么第二种情况叫做 选择是有限的 对吧 我们刚才讲了 给产品定价 那给产品定价 看上去 你可以定任何一个价格都可以 最便宜你可以定一块钱 贵的你可以定几万都可以 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不是 我们去给一个产品定价的时候 通常有上下两个限制 下面的限制是什么 是成本 对不对 你不能制造出一个新产品 然后它的价格 还要比你原来的这种成本还要低 那你肯定亏本了嘛 这是一个非常不值当的决策 对不对 上面一个界限是什么 是同类产品的市场最高价格 你比方说你推出一款手机 这个市场上最好的手机 假设说苹果它卖五千块钱 然后你推出一款跟它差不多 你卖两万块钱 能不能卖出去 那除非消费者是老子里头出了问题 否则的话 你这个价格肯定卖不出去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你选择是很有限的 那么定价是这样子 做其他决策也是非常有限的 你总是会在一系列可能的方案当中 去选一个 而这个方案的数量往往是有限的 第三个 未来是不确定的 什么叫未来是不确定的 我们刚才讲了 做了决策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 是为了去应对一个机会 对不对 但是你做了决策之后 你是不是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些时候答案是不确定的 那刚才我给大家举了两个例子 联想换了一个标志 对不对 那么李宁也换了一个标志 联想换标志的这个原因啊 是为了解决国际化当中可能的一些冲突和争端 那我们从后人来看啊 从他发生之后来看这个效果 他似乎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吧 李宁呢 他换这个标志的意思是什么 是想去迎合90后的需求 去抓住一群新的顾客群体 那么他从后人来看呢 好像他这个目的啊 或者说这个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 在另外一个方面呢 又好像没有完全达成 这是我们在后人事后诸葛亮来看他的效果 对于管理者来讲 他们在做这两个决策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准确的预知到 到底我这个决策方案 能不能够解决 我现在要出现的这个问题 或者说能不能抓住 我看到的一个机会 它是有风险的 它是有概率的 所以说什么 你没法追求最优 一个方案你可能现在觉得是最优 但是三五年之后 你会发现 它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 综合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来看哈 信息有限 选择有限 未来不确定 管理者在决策的时候 更多的要遵循满意的原则 而不是去一味的苛求最优的原则 那么这个案例 大家很了解哈 江苏电视台一档明星节目 孟非和他主持的《非诚勿扰》 那么用这个案例来理解 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个 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我们知道啊 《非诚勿扰》上有24位女嘉宾 站在前面对吧 然后男嘉宾一个个的上来 是不是 我们发现她的信息有限 她所能了解到的这些女嘉宾啊 通常就他们的基本的信息 我是干什么的 我多大 我在哪儿毕业 我现在在哪儿工作 在哪儿生活 是吧 甚至有时候会八卦一下 我交过几个男朋友 但总的来讲 信息是有限的 你没法知道 她背后有什么故事 第二个是选择有限 我们知道啊 理论上你最多只能 从24个当中选一个 是不是 有些时候 还有一些女嘉宾 会给男生灭灯 所以你很选择的范围啊 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 第三个是未来不确定 有一个这个女生 你可能看着 在舞台上看着 你们之间 好像很来电 然后很契合 但是真的 你把她牵手回家 你们去浪漫的旅游之后 再回来发现 可能性格上 有很多冲突 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这叫什么 未来不确定 所以说男嘉宾 走到《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他是不是要按照 满意原则来行事啊 对不对 如果按照 最优原则来行事怎么样 他应该拿一个 很厚的本子 或者说直接拿一个电脑 把24位女嘉宾的 所有完整的资料 全部的选择一遍 然后什么 要假设出来 她和任何一个女嘉宾 在一起生活 或者牵手下去之后 所可能产生的结果 然后比较这些结果 然后再做出决策 你觉得这可能吗 是少孟爷爷觉得不可能 好 那么 非诚勿扰这个案例呢 也就给大家去看一看 怎么去理解 我们刚才讲的 满意就够 这三个基本的原因 下面呢 我们讲一讲 也是这一节的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决策 它是有理论的 那么关于决策 最重要的一个理论 叫做行为决策理论 那么提出这个理论的人 是一个大牛 我们就是左边这位老头 看着很直响 也很帅气 他名字叫赫伯特西蒙 为什么说他是个大牛呢 他是目前我们管理学研究者 研究者当中 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 当然我们知道 诺贝尔奖是没有管理学奖的 诺贝尔奖有经济学奖 那么这位西蒙 他就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那么更牛的是什么呢 他不光是一个管理学的博士 他还是心理学博士 社会学博士 数学博士 计算机博士 多牛吧 计算机是非常理工课的一个课程 管理学相对来讲 是跟社会学科的一个课程 那老师自己拼命了好几年 拿到一个管理学博士学位 已经觉得非常不容易了 那看看西蒙 他在几十年前就拿了四五个博士学位 你们看这多么了得 那么西蒙最重要的一本书 就讲的是关于行为决策 关于管理决策 那么我这里列出来 其实他的书名叫做管理行为 在我们这门课程的这种推荐阅读书单上 也有这本书 非常推荐大家回去看一看 《时事求是》讲了 这本书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因为他讲的是一个理论 讲的是比较抽象的东西 所以一开始读起来 你会觉得很费劲 但是如果你认真去读这个书 并且把这个书中的内容 和你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 你会发现这个当中 蕴含了非常丰富的思想 那么下面这句话 是当年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 给西蒙和他的行为角色理论 也就是这本书的一个评语 很简单 叫做什么 具有话时代的意义 从我自己阅读这本书的理解来看 这句评语 不光在几十年前对这个人和这本书是成立的 就是放在今天 放在21世纪第15年 这样一个背景下 这本书仍然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的实践 有着跨时代的价值 所以再一次强烈的推荐 大家回去读一读这本书 那么西蒙提出的行为角色理论 它到底包含什么内容呢 我把它简单的归结为五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有限理性 这个有限理性是西蒙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也是他整个行为角色理论当中基础性的概念 什么叫做有限理性呢 我刚才举了买手机的例子 我也举了这个男嘉宾到《非诚勿扰》这个节目上 去选择未来女朋友的例子 我们发现啊 这两个选择或两个角色背后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在于 它没法按照完全理性的原则来办事 那么完全理性是什么 就是我把所有可能的方案 把所有信息 所有未来的结果都做出判断预测之后 我去选择一个最好的 也就是最优原则 那有限理性是什么 我们整体上还是按照有限的 还是按照理性的原则去从事 对不对 我去选女嘉宾的时候 还是尽量去选 长得又漂亮 又温柔又可爱 又符合我的要求的这样一个对象 对不对 但是这种理性呢 是有限制的 也就是说 比方说刚才讲了你去《非诚勿扰》上面选择女嘉宾的时候 你可能有发现24个当中啊 有大概三五个符合你的兴趣 这三五个当中可能又有两三个把你的灯灭了 对吧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选择可能就两个或者三个 这个时候我们讲你你是有限理性的 因为你的方案是有限的对不对 你没法去选择那个最好的结果 第二个就是西蒙提出来了 决策当中会存在的知觉偏差 这个知觉偏差呢可能是一种心理学上的概念哈 但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有些时候啊 你看到好的 它未必是好的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理性的这样一套原则 会被你的一些感受 所影响 所误导 我们还是拿这个选女嘉宾这个作为例子哈 可能在这五个 你觉得比较适合你的这种女嘉宾当中 有一两个是吗 可能是你的老乡 或者是你的这种以前大学的校友 那你就会觉得 好像这一个人跟我更亲近一些 但事实上他可能不是最适合你的 这种感觉你觉得亲近 或者觉得因为老乡或者是校友带来的这样一种亲近感 就是有可能给你带来知觉偏差的 第三个就是有限的选择集合 那么这跟刚才讲的有限理性是比较一致的 是有限理性产生原因之一 那么有限的选择集合是吗 你能选择的范围是很有限的 我们刚才讲了 可能你最后能选的24个女嘉宾当中 只有两个到三个是你可以选的 所以这是非常有限的 第四个呢叫做风险偏好 什么叫风险偏好呢 这个例子可能用来投资股票的这个同学啊 会比较容易理解 我们知道按照风险偏好来讲 可以把人分成三类 第一种是风险追求性的 我就是喜欢冒险 对吧 我就是期望我选了这个股票之后 过两天他能够给我来两 连续来五个涨停板 第二种呢是风险 规避性的 我胆子比较小 对不对 我投资股票就是想玩一玩 挣点小钱 可以亏一点 但是不能亏太多 所以呢我尽量去选那些比较稳健的 对不对 他涨也涨不到哪里去 也不会涨停 可是跌呢也跌不到 也跌不到谷底 也不会有跌停板 这个时候就叫做风险规避性的 我尽量去选这种安全的股票进行投资 那第三种 介于这两者之间的 那么 你涨也好 跌也好 对我来讲都无所谓 我对于风险无所谓 可能我做股票就是来玩一玩 就是来感受一下这种上上下下的这种颠簸 所以它是属于风险 无所谓的 这是一种第三种类型 那么有不同类型的人在去做决策的时候 他所选择的这种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喜欢风险的人 或者说偏向于风险的人 他会选择那些什么 风险高 同时收益也很高的这种方案去进行选择 那么规避风险的人 他就会倾向于去选择那些风险比较小 同时呢 收益可能也比较小的方案 那么最后一个 行为决策理论 他刚才讲的 也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 这地方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 由于存在知觉偏差 由于这种选择的集合是非常有限的 再加上人们的风险偏好都不一样 我们在决策的时候 管理者在决策的时候 不要去追求最优的方案 不要去按照最优的原则行事 而是只求满意就好 好 那么这一节我们对于决策和管理者决策的 这样一种基本的介绍就到此为止 我们简单的看了看决策当中 尤其对管理决策当中 需要把握的几个点 一个是管理者 管理决策是由管理者做出来的 第二个是管理决策是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下节课我们会再接着去谈这一点 第三个就是管理决策呢 它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 或者说去抓住一种机会 然后呢我们通过几个例子来展现了 在管理决策当中 两种常见的原则 那么实际上是相对立的原则啊 一种我们叫做最优原则 我总是要去选最好的 另外一种呢叫做满意原则 我选一个差不多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比较满意的就好了 然后我们介绍了一个很著名的管理思想学家 这个西蒙 他所提出的行为决策理论 那么这个理论的核心 一个是有限理性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要去接受满意的原则 而不是去追求最优的原则 好 这节课我们的内容就到此为止 那么欢迎下一节课 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我们要讲的 决策的基本过程 谢谢大家